來,要不然先看一下外觀的部分 好 好啦,感謝HONDA 第一次見我們這台CL STREET 等一下要去桃園跟CP層會合 跟他的CBR500來做個 那什麼? 大測試 出來先遇到傳奇 我上一次騎傳奇車是花多久以前 C L STREET 是HONDA今年夏天新引進台灣的車款 有著跟CBR500R Rebel500同樣的引擎 因此在國外稱為CL500 而台灣方面 則由於名稱已經被註冊走 才改用CL STREET這個稱呼 沒有轉速表耶 引擎震動變得有點大的時候 低頭想要看看轉速到了哪裡 才發現原來CL STREET的儀錶板上 有顯示所在的檔位 不過卻沒有轉速相關的資訊 擋車騎習慣了 這方面提示確實已經沒那麼重要 只是在高架橋上平穩的路況 再加上引擎出力的相當滑順 讓油門不自覺的越開越大 忘記換檔的必要 另外一方面 CL STREET本身在第一轉速的時候 就有相當充沛的動力 對於失去路況 可以說是游刃有餘 當動力帶逐漸結束 引擎的震動也會提醒著 要趕快升檔 說不定是要用體感 來代替視覺的轉速表 欸我發現他沒有轉速表耶 沒有轉速表啊 真的啊 你知道嗎 其實其中的車都不太轉速表 他的這個也太小了 對啊超級小的啊 超級迷你了 可是沒有欸 還好啦還有一半 還有四分之一 你看他這個一條線喔 感覺他好像是會那個 會那個 咻咻咻咻咻咻咻 慢慢下來對不對 沒有他一樣一格一格 呵呵呵 那個藍牙連線一下 久不 以後這個位置也會變桃園機場欸 呵呵 他現在外面蓋的這一條 是新的台詞無線啊 就是現在 現在剛才那條台詞無線 他要把它 變成機場的一部分 對阿 所以他台詞無線往外蓋出來 然後剛才那一家萊爾夫 應該就會被拆掉 呵呵 這次出遊 使用的是由飛樂 提供的Jazz5萊牙耳機 台灣的道路路況複雜 跟朋友一起騎車出來時 如果有穩定的通訊的話 就像是多了一雙眼睛 出現任何狀況 就可以隨時透過藍牙耳機 來互相告知 阿這個現在是出來幹嘛 呵呵 對啊我以為他要攔我 阿我知道啦 因為平面道路封起來 所以他要確保我們是可以上 快速道路的機車 呵呵 Jazz5標榜35小時的超長續航電力 我自己實際使用了兩個星期 也都還不需要充電 想到6月去跑249的時候 到旭海還曾經把藍牙耳機拔下來充電 如果當時用的是Jazz5 就不需要那麼麻煩 正常分好幾天行程歡到的話 整趟結束 應該也都還有電量 另外我自己覺得Jazz5的音質還蠻好的 播出來的音樂相當有臨場感 還有三種不同的模式 聽音樂或者是對講的時候 都可以切到不同的模式 讓聽到的聲音更清楚 尤其像現在測速照相 架設的亂七八糟 就更加不會錯過手機 或者是同行夥伴傳來的預警 欸有測速喔我記得 這樣的耳機2000元有找 CP值真的蠻高的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點選資訊欄的連接參考喔 你要從這邊下去是嗎 欸他這樣合法闖紅燈欸 你看他的尾車合法闖紅燈 欸等一下這邊又要上去了欸 趕快出來啊 好啦好啦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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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上去啦上去啦上去啦 欸你也沒看一下地板上的字 靠腰喔 好啦來到我們今天第一個點 台灣石門農田水利會過零58號池 這個就是桃園千皮之鄉的其中一個皮糖 CP層觀察死魚生態 剛剛說會有外勞來這邊釣魚 就是來這種西洋釣魚 是喔 然後釣到很久之久 所以 那你有跟他們買一條來吃嗎 那一定落賽啊 搞不好他們都不怕落賽啊對不對 他們那個 那個 床位跟我們台灣人不一樣 哈哈哈哈 看我那時候拉了街景圖看了一堆那個皮糖 然後就發現幹 結果這個有辦法直接上來 而且景也比較好啦 因為它皮糖為了灌溉嘛 所以說 它都是會做得比一般地面還要高 然後馬路都在一些皮糖下面 欸95加滿 結果它剛才只有加10公升而已耶 對啊 那油箱蠻小的 你的啊17號我記得 CL3的油箱只有12公升 大約剩下3公升的時候 就會有見底的警示 這個油箱容量比Rebel 500略大一些 但是相較CBR500R來說 就相對小了不少 不過油耗方面的表現卻還不差 那個因為沒有轉速表 被我們覺得有點陽春的儀表板上 還會記錄順遲油耗跟平均油耗的資訊 以這樣有高架道路 有市區 有郊區 等等還會進入到山區的行程來說 平均油耗還是有30公升出頭的水準 跟我自己的CBR300R已經沒什麼差異 應該也沒有搭載更大容量油箱的必要 老飯店 來到了老飯店 老飯店位在新屋到楊梅的路途上 早年腳下的這條115線道 曾經鋪設台車軌道 往來楊梅跟新屋的旅人 到了路線中途的這裡休息 連帶讓周邊出現不少的餐館 才出現老飯店這個地名 至於有沒有新飯店呢 至少在楊梅新屋這邊應該沒有 說不定未來哪天騎車出來時就會發現 115還在前面 楊新北路 深深路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路名 四個深字 對 深深深深路 穿過楊梅市區 繼續往新竹新埔方向前進 有趣的是 這條115線道 以楊梅作為中心 往北連接新屋 往南連接新埔 兩邊已周多被稱呼為楊新路 只不過一側是桃園台地上的農田配工廠 另一側則是丘陵的山區路段 來試試看這台車跑山如何 雖然是沒有到像切豆腐一樣的那種 乾淨俐落不脫泥帶水 不過CL Street的彎道表現還是相當出色 過彎前中後的避震都有不錯的回饋 以街車來說應該算是還不錯 至少我自己是覺得 比起CBR500來說 我會更喜歡CL Street在這方面的設定 午餐時間 我們來到了新埔市區的這間 成家面食館 它叫面食館 但是它裡面一堆盤條 盤條是麵食館 盤條是米啊 喔 我們的菜來了 有人呢 來了新埔 點炒麵 不錯 你點炒麵是什麼意思 我來驗證這個麵食館到底 到底給不給你 笑死 不過呢 他點了一碗客家小草 看起來很客家 看起來很客家 超板條 那種豬頭肉 來麵食館點什麼板條 來新埔點什麼麵 來新埔就是要點板條啊對不對 一直看 你想騎是不是 五百阿明顯比較沒有力 轉速拉高也一樣啦 好啦至少低轉是CL比較有力啦 但是我又覺得 CL騎之 有點說不上來的怪 就是好像要做不做 要趴不趴的那種感覺 我騎其他街車好像也沒有這種感覺 CL Street的定位屬於 scrambler的車款 而scramble這個詞 在英文裡面有著攀登 爬行的意思 兼顧街道以及越野的功能 也就成了scrambler車系的最大任務 CL Street採用了上繞排氣管 配備19吋的前輪跟17吋的後輪 增加應付破碎路面的能力 外型的設計則是相當復古 據資料是為了要致敬 1960年代的前輩 或許這也是儀表版 會做的比較簡潔的原因 CL Street的官方裝備重量是192公斤 而CBR500R則是193公斤 雖然CP成的這台 算是上一代 2019年的車款 但是差異不大 也就是說兩台車的重量差異 實際上只是零頭而已 會讓人有明顯的感受差別 有可能是在車架 重心等等方面的設計造成的 對我覺得CL的煞車比較好 我覺得這500R煞車太軟了 不過畢竟這台CBR500R是2019年的款式 說不定到了2022年的 就已經有改善 這部分要等以後 有機會騎到的時候 才知道了 怎麼樣 說 覺得怎麼樣啊 就感覺是我 20年後會騎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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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來關係 都是吃牛肉捲餅或臭豆腐 不過CP成對臭豆腐過敏 再加上今年的秋老虎發威 9月還是熱得要命 就來這間仙草巷 吹冷氣吃冰了 位在公寓的五樓 還可以俯瞰 對面的新竹客園關西站 我第一次看到仙草本人 我看到的都是結成快的仙草 冰來了 請安全帽跟相機先吃冰 蛤? 超大碗 對啊 超大碗對不對 怪你 你要把你的手比出來 然後跟那個冰一起比較 超大 跟你的手一樣大 哇仙草 那仙草都在底下 哇塞 那是零煉乳 那是零煉乳啊 所以它上面才黃黃的啊 仙草 然後配上後面有那個仙草本人 嘖 沿著足28線相信棉道 離開關西市區 狹狹的陸服配上連續的吉彎 象徵的是即將遁入山林 从关西市区往东 通常会选择走118线道罗马公路 直接绕到石门水库的后方 相较起来这条卓28厢道 可以说是相当隐秘 看地图的时候还常常忽略 经过一连串的法家湾 来到有佛陀世界四个大字的废弃癌坊 绕过去之后 是从来没看过的石门水库视角 哎哟这边景还不错呢 我让它拍不太粗啊 现在来到石门水库的上面 这个泳池好像很烂 好天气的话应该还不错啦 可是今天天超雾的超懵的 至少没下雨啦 对啦至少没下雨啦 哇塞 哎我觉得这边如果 就是可以当那个追焦圣地有没有 新一代的 如果旁边这边有一台车从这边骑过来 到背景是谁 对对 看起来就很帅 我看那个好像是黄牌是不是 黄牌啊五百 那条不是什么 台积雨线那条什么 再讲什么三道欧子 我以前也常常行蒙车是宜兰啊 好啊 而行的野兰 我那真的是 我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那时候 中车比较窄 很多都旁边就得谈 因为 因为那个树里底下 那个白线 哦会滑 青苔 它是比较高圆一点 所以就 对 一下就很远 滑就好 就是 那只很远 大哥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以前骑车的故事 比方说骑追风骑到链条断掉等等 后来还说到整个空地 是在1984年凯姆的童话世界 有着相当多的游乐器材 搭上石门水库的观光热潮 曾经是宏极一时的乐园 不过它的没落也是来自于石门水库 为了集水区的管控 遭到主管机关撤销营业制造 后来被出家人接收 也就是佛陀世界四个大字的由来 下山的路上 把CL Street换了回来 在这种刁砖的山路上 操控起来相当的灵活 却又可以感受到过万事的稳重 跟过去骑过的其他街车 带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双枪的后披震带来的优势 个人甚至觉得表现上 完全不输给定位为运动跑车的CBR500R 行程的最后 还是绕来了石门水库附近的台西翼线 这也是在山道猴子的一生爆红之后 第一次的再次造访 影片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 获得那么大的回响 甚至是连平常没在骑车的人都在讨论 或许正是因为内容刻画的虽然是车圈 但是换成其他次文化也还是能适用 而机车只是当中的其中一个物质欲望的载体而已 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想要获得他人的肯定 尤其是在青少年的时期 来自同才之间的压力可能又更大 那样子的迷惘 说不定也是任何一个缺乏社会经验的人 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 只是多数人有办法借由其他力量 避免踏上相似的道路 也就是说车圈文化应该不是重点 而是如何让人获得社会知识 突破当下的环境或能力的限制 避免产生更多的悲剧 好啦 那就拜拜啦 我要滚了 滚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了 沒關係 今天我站在旁边 你可以趕快去加油 好啦 拜啦 一整天走过了都会 郊区 山路高架桥 CL Street 應該算是相当适合台湾路况的车款 面对塞车也都还有充沛的低转扭力 减少平凡换挡的批发 比较可惜的是 这次行程几乎都骑在柏油路面上 没有体验到这台车的轻度越野性能 不过以台湾的路面品质来说 搞不好也没这个必要了 这次也要感谢HONDA出见CL Street 体验新一代的多方位抄家乐趣 对对对 那在外面 好 好 对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OK好谢谢 这次影片由菲勒赞助 Jazz5蓝牙耳机提供了 我跟CP层稳定且高音质的通话体验 可以点选资讯栏的链接多多参考喔 我跟CP屏幕提供了